好 真的是个难解的僵局华龙公司的员工 他们工作了二三十年 没有想到公司关门的时候竟然是两手一摊 说没钱 所以不止退休金 连资遣费都没有发给员工 劳工生计无法维持 他们只好上街抗议 而在9月2号 自救会成员就突袭台北车站 扬言要卧轨抗议 9月23号又来到了劳动部 希望政府来帮他们代位求偿 自救会更强调说 政府如果再不出面处理的话 他们一定会抗争到底绝不妥协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走出来 我也是什么 说到激动声力俱下 为了争取已经积欠十来年的退休金 还让员工组成自救会抗争到底 这群平均年龄60岁的爷爷奶奶 顾不得身体状况 拼了命也要走上街头 诉求只有一个 希望政府帮帮忙 讨回应得的退休金资遣费 我们的诉求一直都是 要请政府代位求偿 这才是对我们最有利的 因为本来这个责任就是政府监督部州 就是退休金专户它提拨不足 你要去督导它你要罚款 执言批评政府督导部州 应该负起连带责任 而不是让华楼负责任翁有名 事后必居海外 甚至弃保潜逃马来西亚 留下大批员工欲哭无泪生计不保 从92年退休退职的 他就没有钱了 他就没付 所以说这一家集团很烂啊 其实回顾整起案件 华龙从1997年实施动心 不再调涨薪水 2000年关闭阴歌厂 4年后2004年 资方与经营困难 向苗栗地方法院申请重整 同年底又关闭桃源 以及中立厂房 大批员工被要求分期给付 退休金以及子险费 看似有诚意解决 但劳资争议却从此不断 该给的没给 领了到应有报酬的员工 当然急得跳脚 隔年随着华龙股票下跪 华龙高层出面承诺 会在两年内清偿工资 当时就引发员工不满 夜宿台北车站 2008年 资方又寄出生产效率制 规定绩效超标的员工 才能领到全额薪水 估计至少有五成的员工 领不到基本薪资 直到2011年 华龙再度要求员工 转到新成立的访安公司上班 但得放弃年资及退休金 这下全面引发员工不满 展开无限期抗议 他就是人头公司 因为他访安 他不就可以重新开始 他就可以重新跟银行借款 就是漂白 就是漂白重新开始 其实人员 厂房 土地 全部都是华龙的 就这样子 不甘心自己辛苦大半辈子的血汗钱 因为公司恶意倒闭官场 化为乌有 华龙310位老员工组成自救会 誓言追逃总共3亿的退休值遣费 不达目的 绝不把修 UGN TV 陈怡珍 蔡清莹台北报道 UGN TV 陈怡珍 蔡清莹台北报道